乌尔玛斯·西萨斯克 西萨斯克的音乐以起空灵的美感周称 常常唤起人们对浩瀚宇宙的联想 他的作品带领听众踏上穿越天体的旅程 充满着惊奇和敬畏 他通过音乐分享了对宇宙的痴迷 邀请观众思考自身在无限宇宙中的位置 西萨斯克的遗产远不止他的音乐 他在埃莎尼亚天文学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 积极推动天文学教育和普及 他对音乐和天文学的贡献 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和关心者 他提醒我们 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西萨斯克的音乐作品 如星空交响曲和银河族曲 不仅是对宇宙的赞美诗 更是对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深刻思考 他的音乐常常使用不寻常的音阶和和声 试图捕捉宇宙的神秘和无限 作为一位天文学家 西萨斯克对星空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热爱 他经常在夜晚观察星空 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星座和天体运动 这些观察不仅丰富了他的天文学知识 也为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他曾说过 音乐和天文学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 他们共同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追求 西萨斯克的音乐不仅仅是听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心灵的体验 他带领听众进入一个充满神秘和奇迹的宇宙 西萨斯克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创作 还在于他对天文学教育的热情 他在埃沙尼亚各地举办讲座和天文观测活动 吸引了无数对星空充满好奇的年轻人 他相信通过了解宇宙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西萨斯克的教育工作不仅激发了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 也培养了许多未来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 他的影响力超越了音乐和天文学 成为了连接艺术和科学的桥梁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的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他的精神和遗产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他的音乐和天文学成就继续激励着我们 鼓励我们探索未知 追求梦想 西萨斯克用他的一声告诉我们 无论是音乐还是天文学都是人类对美和真理的追求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在这个广袤的宇宙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闪亮的星星 共同组成了这片璀璨的星空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对音乐和天文学的热情从小就显露出来 他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塔林 这座城市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清澈的北方天空而闻名 塔林的街道上 常常回荡着悠扬的音乐声 仿佛每个角落都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西萨斯克的童年充满了音乐 他五岁开始弹钢琴 沉浸在古典作曲家的作品中 每当他的小手在琴键上跳跃时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指尖舞动 与此同时 西萨斯克对夜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会花几个小时凝视着卧室窗外星星 为他们的美丽和神秘所捉迷 渴望了解他们隐藏的秘密 在那些宁静的夜晚 他常常幻想自己在星空中遨游 探索宇宙的奥秘 这种对天文学的早期迷恋 对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萨斯克的父母认可他的天赋 并鼓励他的兴趣 他们为他提供音乐课程 并给他买了第一台望远镜 每当他透过望远镜观察星空时 他仿佛能听到星星在对他低语 激发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 这些早期的经历培养了他对音乐和天文学的热爱 为他未来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萨斯克不仅在音乐上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还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的作品常常融合了这两种热情 创造出独特而动人的旋律 塔林的夜空和音乐声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和灵感的源头 西萨斯克的故事告诉我们 童年的梦想和热情往往能成为一生的追求和成就的基石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的音乐语言深受其天文学兴趣的影响 他经常将天文主题和概念融入到他的作品中 他用音乐主题来代表天体 并通过运用和声和节奏来唤起宇宙事件 西萨斯克的音乐以其空灵的品质为特征 他的旋律似乎毫不费力地漂浮着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他的和声通常是宽广而又共鸣的 创造了一种浩瀚和敬畏的感觉 他的节奏可以是流畅的 也可以是不可预测的 反映了宇宙的动态性质 西萨斯克能够将他天文方面的迷恋转化为迷人的音乐体验 这证明了他独特的才能 他邀请听众踏上穿越宇宙的声音之旅 鼓励他们思考宇宙的奥秘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 不仅仅是一位作曲家 他还是一位天文学家 他的音乐作品常常反映出 他对星空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每当他创作一首新曲子时 他都会花费大量时间观察夜空 寻找灵感 通过望远镜 他仰望星辰 思考宇宙的无限可能性 这种对天文学的热情 使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神秘感和探索精神 在他的作品中西萨斯克常常使用不寻常的和声和音阶 以模仿宇宙的声音 例如他可能会使用无声音阶来代表行星的轨道 或者使用不规则的节奏来模拟会星的运动 这些音乐元素不仅使他的作品独具特色 还是听众能够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和神秘 西萨斯克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它更是一种精神体验 他希望通过音乐 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宇宙的美丽和神秘 并激发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 在他的音乐会中 观众常常会感到仿佛置身于星空之下 随着音乐的旋律 心灵也随之飞翔 总的来说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的音乐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他将天文学和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他的作品 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妙的音乐 还能够感受到宇宙的神秘和壮丽 西萨斯克的音乐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它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 触动人们的心灵 激发他们对宇宙的无限遐想 第四部分 合唱团 人生交织的天体之景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与其合唱作品而闻名 他对人生有着深刻的理解 并利用人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声音之景 他的合唱作品通常以多声部为特色 以复杂而优美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西萨斯克的合唱音乐经常探索精神和哲学主题 灵感来自他对宇宙的陈词 他把合唱团看作是宇宙的缩影 每个声音都代表着一个天体 与其他声音和谐地运动着 他的作品常常唤起一种敬畏和惊奇的感觉 歌颂万物 Interconnectedness 西萨斯克的合唱作品已被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演唱 并继续以其美丽和情感深度吸引着观众 他的音乐超越了文化界限 表达了人类对宇宙的普遍迷恋 第五部分 恒星奏名曲 西萨斯克的钢琴作品 除了合唱作品外 乌尔玛斯·西萨斯克还为钢琴创作了大量作品 他的钢琴作品经常反映他对天文学的兴趣 探索空间、时间和在宇宙中寻找意义的主题 西萨斯克的钢琴音乐以及抒情的旋律 令人回味的和声 以及对空间和静默的运用为特征 他经常采用非传统的演奏技巧来创造空灵的 超凡脱俗的声音 他的作品带领听众踏上穿越天体景观的旅程 唤起宇宙的浩瀚和神秘 西萨斯克的钢琴作品证明了 他作为一名作曲家的多才多艺 展示了他跨越不同类型和乐器 设置创造迷人音乐体验的能力 他的音乐继续激励和感动着钢琴家和观众